這是台南的嚴重度數館 由於建築書蔡宜章所設計 這個度數館是一本一本書貼起來的設計理念 這個度數館裡面向我看 有一個日本廚是算歷史建築 這顆粒可以看齊又可以看見建築 真的是長知識 這幾十片叫做一起飛翔吧孩子 現在我們走到日本廚這邊 當時這棟建築叫做 台灣總統府專美叫台南支教艷頂分析 其實原來的建築物是1909年明治42年 起在高雄的歐洲南支教艷門港出場所 後來拼圖旁來這個地方 而且在塞邊國界 新的拼圖在1920年完工 我像用到台灣的荒野器來做雨林版 裡面用的是三木 台南支國以來就是台灣的鹽會出山地 日本人來到後 日本人來到後 在台灣先入了台灣鹽母教 但是沒多久就拼圖 台灣總統府專美教 1920年的12月 這個辦公室 以後就叫做專美教 台南支教艷頂分析 它的辨植只有1名主任 和4名主任 管理4的研究 建築該名主任 台南研廠延層 廠層所 後來鹽餐無形散 變成是主任的宿舍 後來快速放在那裡 一直到2005年 才進行建築的秀號 現在為我經營 有一間八帥咖啡店在這裡 這是玉克亞的橫枝 大家門都保留了日本時代的上下拉窗 今天晚上要首先要這樣 一切都沒問題 這一次不應該是 然後還要去尋找 一切就要去尋找 一切就要去尋找 他現在不是尋找 也不是 所以 那有點尋找 有幸述要知道日本厨的结果 这里也提供一些T恤 这是哈利还是哈斯拉牛 放着四条 我也很想要知道 谢谢 那对 台湾的虎虫字号的刊语图 这个乙迷大井为 有人把他搭线做的 倒好好的 就在台南的老店 例如你看这个老店 还有匾额 医治 这是满民这种杨业 大概在 World War II 噢,這個泡泡怎樣的沙發是尾對來的 今後兩棟的建築物是擦塞充當 本名看起來是L型 用到昭龍來修通 今後的處定是四波水,後段是入母趟 今後的外圍都有昭龍 現在舒服好好,我們就去一個地方趕我去吃飯囉